4个软橡胶材质的PVC的胶刷代替了滚布 米伯是市场上最接近洗地机的 边洗地边自清洁理论原理的产品 但是看起来挺痛快的4个PVC旋转胶刷 吸尘起来 颗粒物首先就会被挡在外面 嗨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直电实验室的小诚哥 最近米伯的广告打的是比较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4个软橡胶材质的PVC的胶刷代替了滚布 米伯是市场上最接近洗地机的 边洗地边自清洁理论原理的产品 从原理上来讲 清理起来会容易很多 这会不会是洗地机更好的形态选择呢 灰黑色的外观 传统的三半式的结构 乍一看 米伯洗地机和一般的洗地机产品 也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只要细一端详 不同之处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这个没有滚布 一组4个软橡胶材质的PVC胶刷 通过后面的这个齿轮进行传动 这也是这台米伯的主要的创新设计 不过创新设计一般都是解决一个主要问题的同时 会带来一些连带的影响 那这些影响能不能把它解决好 决定了这个创新设计是不是成功 那PVC胶刷的好处是 不用清洗滚布 当然它马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当滚刷的转动平面 从水平改成了树枝之后 回拉的时候 吸头最外侧挂出的污渍 就不太容易被回收 使用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水渍的残留 而且为了增大风压 提升吸力以配合这个胶刷 那吸尘口的高度被设计的很低 遮挡也比较多 三个集屋口也比较小 那从设计上就会影响大颗粒垃圾的吸入 所以最终它的性能实际会怎么样 我们还要测试键分享 当然从产品方面 米伯的这款产品的配置是挺高的 清污水箱都比较大 那实测最大续航 实测值44分钟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电解水 干湿分离 各项配置都到位了 那具体的性能怎么样 我们不多说 进入测试 首先进行的是吸尘能力的测试 刚才说过 结构的限制会让它的成绩不太好 实际也是如此 三项吸尘的测试当中 米伯的两项成绩排名是倒数的 30克尘土的单次清洁率64.3% 那比清洁中容易发生堵塞的 天可SLAM 2.0还要差一些 克力物的测试 单次清洁率只有56.9% 稍微比这个场景下容易堵塞的 米加高温洗地机好那么一点点 边角清洁能力是8.69分 所以三项综合起来 最后综合的吸尘能力是3.58分 所以看起来挺痛快的 4个PVC旋转胶刷 吸尘起来 克力物首先就会被挡在外面 如果用它来吸尘 还得大力出奇迹 多来几次才行 拖地方面 米伯的胶刷转速是比较高的 我们用测速仪测得 935转每分钟的转速 比起大部分洗地机 400到500的转速要高上很多 我们以为这样的性能配置 应该有比较好的效果的时候 结果其实又是让我们失望的 风干污渍测试当中 米伯的拖地能力 和我们今年测试的大多数洗地机 都没有办法比 拖地方面 6.32分的综合清理成绩 效果的确是比较一般的 我们研究了一下 发现PVC胶刷 为了不刮伤地板 设计的有点偏软 对地面的摩擦力不算大 另外出水量也比较小 水还来不及 软化风干污渍就被刷走了 不过如果面对干湿垃圾的挑战 米伯的表现就会非常不错 大部分的洗地机 在清理干湿垃圾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搓泥 二次污染的问题 被米伯的PVC胶刷 圆满的给解决了 PVC胶刷不太容易被污染 脏污不会被弄得到处都是 所以擦干净的地面 也不会留下看不见的污渍 这种情况下 米伯就可以实现洗地机 边清洗边自清洁 这样的设计初衷 后续的维护是比较省事 所以这就来到了 洗地机普遍做的不太好的 易维护的这个项目 米伯的自清洁效果 是远胜于传统的洗地机的 而且由于它的集污口比较小 所以即便出现堵塞 也是比较容易清理的 污水箱的干湿分离 做的也是不错 不过清理方面 还是会弄脏手 目前这点上 做的比较好的是顺造 9.01分的易用性得分 米伯是今年洗地机产品中 唯一在这一项超过9分的 而且PVC的胶刷 还可以实现毛发无缠绕的效果 发现毛发会被打成一个小球团 当然它不能被吸进污水箱里面 所以虽然没有缠绕 但是清理的时候 还是需要动动手的 除此以外 在易用性方面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 就是米伯的设计决定 它是没有牵引力的 使用起来会比其他品牌的洗地机 费那么点劲 强效模式下 我们测得运行噪声最高是71分贝 放在今年测试过的产品里面 它居然还是最好的 噪音这块的表现是8.53分 在智能的体验方面 如果你加上600块钱 是可以拥有互联互通的特性的 那就是V6i 那比起V6i呢 通过APP可以查看洗地机的状态 剩余的电量和清扫的记录 当然我觉得这个功能拥出不大 如果你恰好需要它 来监督老公有没有做卫生 那其实还是会挺方便的 所以这款米伯母滚布洗地机的PVC胶刷 的确是有比较好的自建杰的效果 点亮了一颗洗地机品类的生长树 那如果地面比较脏的 餐馆 宠物店这类商业场景 我觉得使用它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那它不会把脏东西抹得到处都是 续航水箱的水量也都够 虽然用起来会费点劲 但是这样的场景下 米伯的优势是可以比较好的得到发挥的 那如果普通家庭地面没有那么脏 其实我们反而不太推荐大家去选购这一款 那没有助力用起来比较难受 而且用它来清理地面 普通的干垃圾也比较费劲 吸尘的效率不高 擦地的效率也不如其他品牌的洗地机 回拉的时候还有大概率会留下水印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年测试过的 洗地机产品的排行榜 那希望为大家选购洗地机提供一些参考 那以上的产品我们绝大多数都有过评测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查看 单个产品的详细的评测视频 好那以上的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评测能够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清洁类的产品的长期测试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